自由女神像是纽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是每一个来纽约的游客必去的经典打卡胜利 每天将近得有一万五千人坐着船登岛近距离的参观 但这其中只有三百人被允许爬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看到雕像内部的结构 哎对了,真的是爬 下面将分享本次我的爬塔经历 那这也是我在纽约居住了将近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登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如果买的是基座票和我的这个皇冠票的话 就可以插队了 你瞅着人有多多 遇到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咱这个票还就管了用了 好多人 感觉一时半会儿都上不去了 所有人都排着队 从这儿上船 写着下一班船是二十分钟之后 哎您别说这个自营旅神的票啊 还悬起来挺处杂的 我呢是在这家公司买的 这个公司呢是他这个邮轮提供商 您可以看到这船上都是这个名字 所以我想这肯定是没跑 因为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网站 野兽卖官方的票 哎 卖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价格呢 没有这家邮轮的便宜 在选票这一块呢 哎您要是第一次来啊 还真挺晕的 它这个票您看一共有这么多种 左边这三个都是登上自由女神岛的 黄冠票 鸡座票 以及他的这个普通的登岛票 这三种 首先呢 你选择这个登岛票的时候 他会问您 您是打哪出发的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新泽西 如果您是打外州来的 开着车过来 那我建议您是从这个新泽西登岛 因为那边有个免费的停车场 超级的大 纽约这边呢 就比较适合已经在岛上的小伙伴了 那坐着地铁 就可以到达这个码头 为什么说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小景点 居然还要做一个购票攻略呢 那是因为它一共有三种不同的门票 您可以看到这个门票啊 相差只有三毛钱 那这三毛钱差在哪了呢 为什么要去订另外两款呢 这就是咱们这个视频 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了 经过漫长的排队 然后安检 然后就可以登上船了 船大概开有五分到十分钟 就到达了自由女神岛 这个船的航行线路实际上有两站 第一站是自由女神 第二站是爱丽丝移民岛 当它停靠在第一站的时候 您一定要下船 因为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回来了 最便宜的这个25块钱的登岛票呢 就包括了整个岛上的这些观光 您可以绕着岛去拍自由女神的合影 还可以从这个岛上呢 看到远处曼哈顿夏城区的风景 以及在这个岛上呢 有一个最新开的新的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呢 藏有自由女神以前她的铜像的面部 因为这个面部她之后换过一次 还有呢就是老款的火炬 这个火炬也是被换下来过 现在火炬已经不长这样了 这个是旧的火炬 那么在这个新的博物馆里边都可以看到 那么如果买了基座和皇冠票 接下来就可以登上这个自由女神的这个雕像了 那么在进这个雕像之前必须存包 那么这个每一个格子 它的锁是需要一个25美分的硬币 才可以把它给锁上 如果您不放这个硬币 它是锁不上的 所以大家最好随身带几个硬币 当然现场它是有机器可以去换 但是您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就看到 现场那个机器要不是坏了 要不就是可能里边没有硬币了 这样会比较耽误时间 但不是因为存包要交25美分啊 这个到时候取包的时候 它这个硬币还是可以拿回来的 只是就是说它需要用那个硬币挡住那个锁眼 这个是它这个设计结构是这样的 存好了包之后呢就可以进去了 那么基座票它是包含在基座里边的一个小型博物馆 那实际上这个是自由女神导的旧博物馆 主要是以一些图片文字来描述自由女神建造的过程 那它和新的博物馆的区别呢就是比较小 没有那些大型的装置在里边 但是也是非常值得去观看的 那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解答了很多我对自由女神 它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 一些非常珍贵的影像 我认为也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小的博物馆 那么基座票除了可以参观这个博物馆 它还可以登上这个360度的一个观景台 在这个观景台上可以看到环绕自由女神的这些城市的风景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漂亮 在博物馆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结构的展示 就是可以看到上边是爬向皇冠的这些楼梯 然后下边呢是这个爬向基座的这个楼梯和电梯 所以这就是这两张票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那么从基座到自由女神的皇冠一共有162节台阶 这也太窄了吧 这次有女神的裙子底了 这些台阶真的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这些地方的窄 很拥挤 稍稍会有那么一点避稀的感觉 那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可能会有UB恐惧症 在整个的这个爬向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感觉喘不过气 或者是特别压抑的感觉 还好 但如果是体型特别大 身高比较高的人 可能会在爬行的过程当中觉得不是那么的舒适了 我去 太低了这楼梯 我得扶着这个把手上来 手上来摆着这几样子 我会点标准就是做一点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我会把手上来要打开 我那些烦烈就给你 我对你不是很好吃 我只需要这么冷却 你希望我会打开 倒霍 你不会再打开 我没打开 我还没打开 那她是是太阳 162级台阶还是挺高的 每爬一段之后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平台 可以休息一会儿 看一看自由女神 里面的一些结构细节 这为什么会有个玻璃门呢 这头顶 爬了十几分钟的台阶之后呢 就可以登上自由女神的皇冠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自由女神的皇冠 居然是一个一个的窗户 并且这个窗户还能打开 简直是太有趣了 通过这个窗户缝呢 隐约的可以看到外边的风景 但也不是能够把胳膊 完全伸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是得注意安全是不是 在这儿呢 会有两个工作人员 这两个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她会告诉我 在哪个角度可以看到 自由女神的火炬 在哪个角度拍会更好看 所以在她的指点下呢 我拍下了这些照片 在这个皇冠里边啊 有一个小细节大家千万要记得找一下 就是在这儿有个小相册 就是这个小本本 里边有一百多年前 不同的摄影师拍摄到的照片 可以看到在这里边 有很多不同年代的影像记录 非常的珍贵 我发现这是很多人都错过 没有看到 然后就匆匆的走了 大家如果有登到这个顶上的时候呢 别忘了翻看一下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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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其实挺幸运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 他突然间就有了一张票 每天都去刷一下 哎 指不定哪天 突然间就多出一个位置 或者两个位置 甭管他那个时间点 写的是几点啊 其实您什么时间都可以登岛 他不太按那个时间去计算的 只要是买了票 在一天各个时间 都可以登岛爬上去 只不过他会限制说 同时停留在这个皇冠里的人 只能是六个人 那上面有六个人 一直跟那拍照没走 就得在台阶底下等着 那这也是为什么 那个底下的楼梯 时不时的老堵的原因 看见这门有没有感觉 像回到了美国大使馆 做签证的时候 北京那个大使馆 本个的这 可以去取本吧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 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 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 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 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 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